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北京的外交是乱了章法 失去了方向 可以说完全崩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先看一个典型的例子 今年2月28号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慧 将于3月2号起访问俄罗斯 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 德国和法国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展开第二轮穿梭外交 毛宁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满两年 战事仍然持续延宕 当前最紧迫的就是恢复和平 早一天开启和谈 损失就会减少一分 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通往一个目标 那就是为了指在凝聚共识 为和平铺路搭桥 中国将继续发挥自身独特作用 穿梭外交 凝聚各方共识 为拖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贡献中国智慧 北京这次所谓的第二次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穿梭外交 就让人们感到莫名其妙 一般来说 这种调停停战和平的穿梭外交 要一个完全第三者的中立身份 你才可以得到交战双方的认可 北京在俄乌战争中 它完全偏袒俄罗斯 并不是一个中立国家的身份 按照道理 它是没有资格来调停停战的穿梭外交 可是北京居然不懂最起码的外交常识 不是中立国还要厚着脸皮去当外交调停人 结果是变成了自取其辱 在国际舞台上频频被打理 为什么说北京是自取其辱呢 首先就是乌克兰总统泽天斯基 拒绝跟到访问的中国特使见面 这就让北京感到很难看 所以中国特使在基辅也没有过夜 只停留了半天就离开了 北京还以为乌克兰要讨好拉拢中国 为热情的招待前来斡旋和平的中国特使 没想到乌克兰居然完全不给北京面子 总统泽连斯基拒绝和中国特使见面 泽连斯基仅派出总统办公厅的主任和外交部长 去参加和中国特使的会见 这跟十个月前中国特使第一次访问乌克兰的情况是截然不同了 更有甚者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丹尼洛夫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 在电视节目中直接对中国特使出言不逊 用生殖器这样的脏话来辱骂中国外交官 就让北京这些小粉红感到是无法容忍 其实这是北京到乌克兰去自取其辱 因为在乌克兰看来北京一直就是偏袒俄罗斯 在经济上给俄罗斯输血 这次中国特使所谓的调解和平 其实就是站在俄罗斯那一边为俄罗斯说话 乌克兰当然不会对中国特使有什么好脸色看 显然北京的外交部门在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越来越幼稚 居然他们不是中立国还要想去调停战争 结果当然就是一个自取其辱 这次俄罗斯莫斯科发生恐怖袭击之后 习近平给普京发去慰问店 但是习近平的慰问店不吞不咬 这样既得罪了美国西方国家也没有套好的俄罗斯 相反北朝鲜金正恩就是一边倒 他不怕得罪美国西方国家全力支持俄罗斯 这里就对比一下金正恩和习近平发给普京的慰问店 金正恩的慰问店说 霍西在莫斯科州发生一起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悲痛消息 我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 以及我个人的名义 向你并通过你向贵国政府人民 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悼 我国人民把友好的俄罗斯人民遭受的不幸 和悲痛当作自己的痛苦 并对俄罗斯人民要巩固以你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团结和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权利的正义事业 表示坚定支持和声援 我忠心祝愿贵国政府和坚强的俄罗斯人民尽快消除恐怖袭击造成的创伤后果 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带来安宁 习近平的慰问店说 惊喜贵国莫斯科州一音乐厅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请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强烈谴责恐怖袭击行为 坚定支持俄罗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努力 很显然从金正恩和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慰问店就可以看出 习近平对普京的态度就要比金正恩冷淡很多 也疏远很多 习近平还想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 但是根本得不到美国西方国家的承认 更得不到乌克兰的承认 中国特使到乌克兰还被辱骂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两边不讨好的外交大失败 据美国军方中东司令部在社交媒体X上发表声明说 悬挂巴拿马国旗由中国拥有和运营的黄浦号邮轮 在鸿海遭到了胡塞武装的反舰导弹袭击 发生了火灾 随后火灾被扑灭 之前胡塞武装曾经表示不会袭击中国的船只 但是现在中国船只照样是被袭击了 而且北京是挨了打之后还不敢置身 北京不敢报道中国船只在鸿海被胡塞武装袭击 因为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 北京挨了打之后还不敢置身 由此可见习近平所谓的大国外交是多么的窝囊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副首相将于周一就是3月25号向议会透露 中国是一系列针对英国政界人士的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 也就是说 北京是在网络上偷偷摸摸的向西方国家发起网络攻击 但是不敢像俄罗斯北朝鲜那样正面硬杠美国和西方国家 对于外交来说 这种背后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实在不是一个有身份的大国所谓 在国际上当然也是被人看不起的 可以说习近平所谓的大国外交 其实搞的是外交崩塌 在国际上变成了孤家寡人 没有一个朋友 所谓中国的外交崩塌 其实就是习近平用他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来知道外交的结果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特点就是把中国国内那一套中共内部的阴谋轨迹 搬到了国际舞台上 要用阴谋轨迹来玩外交 要骗这个骗那个 结果把中国自己的外交给全砸了 因为外交首先要诚实要有信用 如果你不诚实不信用 就会实现于国际社会 没有人再相信你了就会在国际社会上彻底的孤立 什么叫外交信用呢 这里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在香港问题上 习近平事实上就是抛弃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把香港内地化事实上变成了一国一制 如果换成毛泽东的话 就会公开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制了 彻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可是习近平事实上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 他嘴上却不敢说 他要说中国坚持要保持香港的一国两制不变 因为习近平害怕香港变成一国一制 会引来美国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弹 会引起香港人逃离香港的移民潮 所以习近平就想玩欺骗 说是我们保持香港的一国两制不变 指望能够骗住美国西方国家不要制裁北京 骗住香港人不要外逃 但是习近平的说法也没有人相信 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香港人 他们根本就不会相信 香港能逃的人都加快了要逃离香港的步伐 习近平这样在国际舞台上玩欺骗 不仅是外国人骗不了 更糟糕的就是在香港 他不能够建立一批铁杆支持北京的清北金派 因为习近平不敢如实说的态度 就表现出来习近平害怕美国西方国家 就表现出习近平在香港建立一国一制的立场是不坚定的 如果说习近平表示一个坚定的态度 就要在香港建立一个一国一制 那么也会有一批坚定的跟着北京走的人 会有一批彻底愿意当北京走狗的人 可是习近平这种咄咄闪闪闪的态度 就想让那些想跟北京当走狗的人 他的态度都不坚定了 这些人就抱着一个脚踩两只船的机会主义态度 他们就要看到有什么风吹草动 那个香港的政局就会马上180度的大反转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对习近平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坚定的 这样一来习近平在香港没有一批很坚定的支持者 那么他对香港的统治就变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而这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又是习近平自己这个遮遮掩掩的态度 多多善舍的态度所造成的 现在香港那批跟随习近平的人的态度 其实都是一个机会主义态度 他们并不是铁心要跟着习近平 只是说跟着习近平现在还有好处可以闹 一旦看到形势不妙 他们就会马上掉转窗口 所以习近平对香港的统治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政治局面 这里再说一个例子 就是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他现在要走回头路 要搞闭关自首封闭的个人独裁 可是习近平却不敢承认 他偏偏说反话 说是中国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 习近平还想要骗外国人 他们继续到中国来投资 显然外国人根本也不傻 没有人会相信习近平要加大对外开放 所以现在外国的外资外商纷纷撤离中国 就是表示他们对北京对习近平的不信任 这件事如果换成是毛泽东 他就会如实说 他就是搞个人独裁 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样如实说的好处 就是表示这个人做事情敢做敢当 就会有一批铁杆的支持者 有这样的铁杆的支持者 在遇到疯了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美国前总统川普 就有一大批铁杆的支持者 他们并没有因为川普未能连任总统 就抛弃着川普而去 而是不管川普的出境如何 他们都一如既往的跟随川普 支持川普 川普能得到一大批铁杆支持者 也就是说川普表现出来一种 敢做敢当的率直的政治家的态度 没有玩那种咄咄闪闪的 机会主义的小花招 而习近平就经常玩这种咄咄闪闪的 机会主义小花招 他不敢表现出来那种 敢做敢当的率直的态度 在中国国内因为习近平掌控了军队 枪杆在里面出政权 所以人们对习近平是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到了国际上就没有人吃这一套了 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 表现出来这个咄咄闪闪的机会主义态度 明显的偏袒 俄罗斯他还要想假装中立 这样就使得中国是两头不讨好 既招来美国西方国家的谴责 又得罪了俄罗斯 甚至连北朝鲜这样能够真心支持北京的人 也变得对习近平是咄咄闪闪了 现在俄罗斯北朝鲜对北京表现出来有好的态度 不过是他们想骗钱而已 随着中国的经济每框于下 北京没有钱了 那么俄罗斯北朝鲜就会对北京马上翻脸不认人 所以习近平对俄罗斯北朝鲜这种咄咄闪闪的机会主义态度 必然会造成对方对北京习近平也是这样的机会主义态度 就造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种关系 是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经不起风浪的 将来如果北京政治出现什么风吹草动 也休想得到俄罗斯或者北朝鲜的支持 甚至对方还有可能反过来再踩一只脚 因此现在北京是国际上史无前例的孤立 甚至比毛泽东时代还要更孤立 在毛泽东时代 还有阿尔巴尼亚柬埔寨之类的铁杆小兄弟 现在北京连这样的铁杆小兄弟都没有 北朝鲜金正恩已经完全投靠到俄罗斯普京那一边 现在北京在世界上是一个盟友都没有 这就是习近平或者是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把北京的外交整个都搞砸了 所以我们看现在北京的外交已经是乱的章法 失去的方向已经完全崩塌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